這條路是台北市中政区的博愛路 在日本時代是在珍珍的環圍 而且隨著是七個行 這棟大樓有三棟老館 1906年的十月當天在1927年六成 說起來它是香蕃寺珍珍的地標 到了晚上整條路還有燈光的造景非常之美 近藤雄的在1900年有著第二代的近藤聖次郎接手 當時在台灣他們是吉林美如的代理上 不然吉林美如撒起白河他們也有代理 而且全台灣都有很多換衣服 所以台南也有幾點 台鐵雄這種建築物還算補齊了不錯 台北市中江州出現在到台北市中市 這幾下就在台北市中市場上 這是最初他的立面圖 加到它的平面圖 這就是這幾下廚 所以我用了很多時間把它揮揮 就是蓋出這一項 這就是С翠的這一項 這幾年 獲得她試試試試試看 在那個時代算是非常深淨 因為它的變獸在起好那一年 算是台灣最大的什麼的 在日本時代 日本人就很注意到變獸和環境衛生的關係 尤其中時買湯的設計 靜藤雄輝自動建立起好那一年 日本沒有開發出來無性改良變獸 從出其中世界修理台灣驚向 現代變獸文明的世界